那股市可谓是顺其万变 那上周创业版上市 华语股票从一天之内从二十几块是涨到七十几块 然而本周一开盘 华语股价就到了跌停 7日再次跌幅又达9% 直到第四个交易日才止住了下跌的势头 而持股的明星 他们的心情也像过山车一样 随着股价上上下下 接至十月四日 华语股价从上市首日的七十元八角一分 跌至五十八元五角一分 与之相应 上周五刚刚诞生的几位亿万明星富豪的身价 也迅速缩水 以大股东冯小刚为例 首日身价高达两个亿的他 短短两天时间就损失了三千五百多万 这样的跌法也让持有36万股的李冰冰 资产缩水了四百多万 不过李冰冰的爸爸就是一位资深股民 十几年来亏钱的惨痛经历不少 因此对于股价的涨跌 李冰冰不仅看得开 还告诫股民要理性投资 原来其实我家里面 我爸爸一直炒股 炒了十多年了 那自己呢不懂 就是说这种感染 也都了解个七七八八 但是呢 爸爸也没有说 也赔过很多钱 赔过几百万 赔得自己心里很头疼 那么其实我不赞成股民的盲目投资 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和审视 不过同当时只有五角三分的购入价相比 李冰冰的收益依旧翻了一百多倍 因此华裔旗下那些 没有购得股票的艺人们仍然遗憾不已 我没有那么幸运可以买到华裔的股票 是我进的太晚没买到 你也没买到 我没买到 因为我们这个判断的团队是最后几步拍 那有没有可能再买呢 对啊 只能看机会了吧 现在是没有 没有耶 其实但是我想说 应该可以去跟师兄师姐 就是跟他们分一点来认购一下 那如果要买的话 你会投入多少 尽可能 他们如果愿意分我多少 我都会收购 无独有偶 近日又有一则和明星炒股有关的消息被披露 据报道 10月31日浙江东方公布了三级报 十大流通股东榜 其中和演员徐帆 邓杰完全一样的两个名字位列其中 据显示 排名第三的徐帆持174.17万股 邓杰持146.13万股 仅随其后 以三季度三个月均价6.8元每股计算 徐帆持股成本在1184万元左右 而邓杰的也将近价值1000万元 不过截至发稿前 记者都没有联系上徐帆邓杰本人 因此也不排除同名同姓的可能 就在今年4月 某ST股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 出现过陈好这个名字 不过究竟是不是演员陈好 这个消息也没有得到过证实 新雨了在线 综合报道